ChatGPT有3%答案是编造 研究证实 AI的确有幻觉真相大出意外 最近第三方研究证实 ChatGPT等AI聊天机器人 会像人类一样产生幻觉 Hallucinations 且几率颇高 AI为什么要凭空捏造虚假资讯 不是说已通过律师考 智商很高 另外AI出现幻觉的问题有办法根治吗 AI会像人类一样出现幻觉 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 可是这个问题确实已困扰AI领域学者 研究人员许久 且短期内似乎不容易找到解方 所谓的幻觉 指的就是ChatGPT等生成式AI聊天机器人 以错误 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资讯 来回答使用者的问题 像是今年20236月 美国律师让ChatGPT代写诉状 结果引用的判例均为凭空捏造的事件 为了厘清导致AI产生幻觉的前因后果 新创公司Vectara研究团队 近期进行了一项研究 确切记录并计算各大AI开发商推出的 聊天机器人产生幻觉的几率 结果显示ChatGPT出现幻觉的几率为3% Meta旗下聊天机器人提供错误资讯的几率为5% Google推出的生成是AI模型 它LM出现幻觉的几率则高达27% 是最常抛出虚假资讯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出现幻觉的几率为3% Google推出的生成是AI模型 它LM出现幻觉的几率则高达27% 是最常抛出虚假资讯的聊天机器人 取资Unsplash 据纽约时报报道 Vactara执行长阿瓦达拉 阿马瓦达拉曾担任Google云端副总裁 公司另一名创办人 则是自2017年便开始在Google进行AI相关研究的工程师 艾哈迈德·阿米阿玛 两人此次组建团队专门研究AI幻觉的目的 是希望推动业界加速助手 减少生成是AI出现幻觉的几率 同时提醒民众在接收AI产出的资讯时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Vactara团队为聊天机器人提供新闻报道文本 并要求聊天机器人简单摘录内容重点 怎料各个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当中仍旧夹杂度错误 且根本没有出现在文本当中的讯息 AI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犯错 说明系统本质就有问题 阿瓦达拉说 专家 AI系统其实像四岁小孩 聊天机器人为何仍会在接获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发表故事言论 对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早前也采访了专门研究AI科技的布朗大学教授 文卡达苏巴马尼安 发现AI技术背后的大型语言模型 其实所接受的训练十分简单粗暴 他们的任务就是针对使用者的问题 提供看似合理的答案 却并不需要事先确认资讯是否属实 文卡达苏巴马尼安认为 与其说AI谎话连篇 出现幻觉 这些聊天机器人产出的回答 比较像四岁小孩随意脱口而出的小故事 本质上并无恶意 也不是故意欺骗使用者 就是不懂得分辨事情真伪 文卡达苏巴马尼安认为 与其说AI谎话连篇 出现幻觉 这些聊天机器人产出的回答 比较像四岁小孩随意脱口而出的小故事 本质上并无恶意 也不是故意欺骗使用者 大人往往只需要问一句 接下来呢 小朋友就会继续说各种各样的故事 他所说的故事可以无限展开 文卡达苏巴马尼安说 声称是AI虽然并非恶意提供虚假资讯 但AI幻觉所造成的影响依旧非常深远 纽约时报指出 对于贪心仙 仅仅把聊天机器人当作消遣的使用者来说 AI幻觉或许根本不是问题 但对于使用这项科技来获取法律文件 医疗资讯 高度机密商业相关资讯的使用者来说 幻觉问题非同小可 文卡达苏巴马尼安进一步表示 以现阶段发展来看 使用者如果在无法立即亲自确认 资讯是否准确可信的情况下 过度依赖生成是AI 风险还是相当高 ChatGPT等AI的幻觉如何根治 业界看法不一 业界虽然一致认同 必须正视AI出现幻觉的问题 但对于问题可否根治一事 仍存在分歧 纽约时报指出 受访学者普遍认为 这个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 大型语言模式会搜集 查书网路上现有的资讯 以此学习如何合理回答用户问题 但正是因为网路上不实资料泛滥 导致系统也跟注重复这些虚假资讯 同时 大型语言模式也透过计算机率来产出看似合理的答案 但这样的作业方式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无误 此外 文卡达苏巴马尼安强调 AI及大型语言模型都是极为复杂 极为脆弱的 看似极其细微的调整都有可能彻底改变这些系统的运作方式 因此眼下的情况仍旧充满太多复杂的变数 况且要准确列出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是很困难的事 毕竟要关注的细枝末节实在是太多了 文卡达苏巴马尼安说 但Vectara研究团队认为找出问题 癥结还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因此决定公开发表研究方法 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 未来也会不断更新相关研究数据 力求敦促业界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而作为一般使用者 人们现阶段能够做的就是继续对生成式AI抱持合理的怀疑 AI需要训练资料 网站只能任凭百步 生成式AI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用了大量的网络资料去训练 但用网络资料是否需要事先取得同意 一直是灰色地带 生成式AI如ChatGPT之所以那么厉害 是因为用了大量的网络资料去训练 但用网络资料是否先需要事先取得同意 一直是在灰色地带 AI公司希望这属于所谓的合理使用 Fair Use范围 网站内容公司当然不这样认为 最近网络媒体平台Medium宣布 将组织OpenAI的Gitbot 该城市会抓取网页 以获取用于训练该公司AI模型的内容 接着一群平台可能很快就会形成统一战线 反对AI公司对其内容的利用 Medium与CNN等媒体拒绝网络爬虫和索引器 Medium与CNN纽约时报和许多其他媒体机构 一起拒绝网络爬虫和索引器 虽然这样也会让网站不会被谷歌建立起索引 因此也不会被搜寻到会减少曝光率 AI厂商所做的不仅仅是索引 他们抓取网站资料 作为模型训练的来源材料 很少有人对此感到高兴 Medium执行长写道 我不是仇恨者 但我也想坦白地说 生成是AI的当前状态 并没有为网络带来净收益 他们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 透过您的写作赚钱 也不会向您提供报酬和感谢 AI公司从作家那里榨取价值 以便向网络读者发送重组的资讯 因此当OpenAI的爬城来袭时 Medium的标准做法就是告诉OpenAI滚蛋 可惜OpenAI只是少数尊重内容网站要求的公司之一 然而这种本质上自愿的做法 不太可能对垃圾邮件发送者 和其他不理会请求者的行为产生影响 尽管内容网站也有可能采取某些积极措施 例如引导愚蠢的网络爬虫 去拿虚假内容来毒害他们的资料 但这种方式会导致充股升级和额外费用 以及可能的诉讼 不过还有希望 媒体并不孤单 很多平台正在形成联盟 互相讨论合作 以帮助弄清楚AI时代合理使用的未来 很多大型网站都已加入 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曝光 所有网站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像科技领域的许多事情一样 更多人在一个标准或平台上保持一致的意见 会产生网络效应 并改善每个人的结果 大型组织的联盟 将成为对负责手段的AI平台 形成强大制衡 多产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总是发展缓慢 但这制衡力量尚未发生 是什么阻碍了他们 不幸的是 出于你可能想象到的各种原因 多产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总是发展缓慢 以出版和版权的标准来看 AI绝对是全新的 有无数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没有明确的答案 更不用说问题的解决 和一个广泛接受的答案 当智慧财产权和版权的定义不断变化时 您如何建立智慧财产权保护伙伴关系 当你的董事会正在努力 利用AI为公司带来经营优势的同时 您怎么能禁止AI的使用呢 可能需要像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络大猩猩 才能迈出大胆的第一步 并打破僵局 其他组织可能会因商业利益而受到阻碍 但也有其他组织不受此类问题的阻碍 可以安全地公开反对AI爬虫 而不必担心让股东失望 但在有人站出来之前 网站将继续受到AI的摆布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 来尊重或忽视我们是否同意 AI时代 你有个人数据不被使用的自由吗 未来科技公司必须有选择性退出的选项 让发展人工智慧也能兼顾人的隐私 自从ChatGPT在去年11月问世以来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的人工智慧系统 如雨后春笋 各大科技大厂都不落人后 纷纷推出自己的系统 但这种系统需要大量资料的预先训练 训练资料能从哪里来呢 ChatGPT使用大量文本数据来训练神经网络 来生成自然语言文本 这个训练过程是无人监督的 该演算法透过接触大量文本数据 并使用数据中的统计模式 预测接下来应该出现什么单词 来学习生成文本 训练ChatGPT模型的过程 涉及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语言建模 此阶段涉及训练模型 在给定序列中所有先前的单词的情况下 预测单词序列中的下一个单词 这有助于模型学习语言的统计模式 例如常见的单词组合和语法规则 第二阶段是微调 在这个阶段 模型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 例如语言翻译或情感分析 这涉及在特定于当前任务的较小数据及上训练模型 透过针对特定任务微调模型 它可以学习生成适合该任务特定要求的文本 根据ChatGPT自己的回答 它的训练资料包括许可数据 人类培训师创建的数据和公开数据的混合 这些来源可能包含来自各种出版商或出版部的公开讯息 然而用于训练的具体数据集 尚未被ChatGPT背后的组织OpenAI公开披露 可知的是 ChatGPT接受过各种数据的训练 包括书籍 网站和其他文本 以培养对人类语言的广泛理解 训练资料的包罗万象 让这些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公司陷入一个陷阱 就是公司无法保证所有的资料是合法使用 且没有侵犯版权和隐私的问题 也造成公司陷入被告的风险中 匿名诉讼指控OpenAI窃取大量个人讯息果不其然 一群匿名人士在集体诉讼中声称 ChatGPT的建立者OpenAI 正在窃取大量的个人讯息来训练其模型 以不顾一切的追求利润 根据这份长达157页的诉讼 OpenAI秘密地从互联网上窃取了3000亿个单词 窃取书籍、文章、网站和帖子 包括未经同意获得的个人讯息 从而违反了隐私法 并指责该公司冒着文明崩溃的风险 无独有偶 Google最近也是被告 被指控在未经数百万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窃取数据 以训练和开发其人工智慧产品 诉讼称Google一直在秘密窃取数亿美国人 在互联网上建立和分享的所有内容 并利用这些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慧产品 例如聊天机器人Bard起诉书还声称 Google已经几乎利用了我们的全部数据 包括创意和文案作品 本来透过搜索引擎 Google可以提供指向你作品的链接 这实际上可促使人们购买它或参考它 然而 用于训练人工智慧工具的数据抓取该作品的内容 从根本上改变了任何人需要购买该作品的动机 虽然一些互联网用户可能已经习惯他们的数据被收集 并用于搜索结果或有针对性的广告 但人工智慧的训练可能并非如此单纯 人们无法想象他们的资料会被这样使用 所以 未来科技公司需要为人们创造一个选择性推出 opt out的选项 让使用者可以不想将其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慧 同时仍保持使用互联网的权利 比尔盖茨年终预言 AI助理将包办一切 但人类还需要教育 比尔盖茨担忧 当AI助理能包办你人生的大小时 什么问题都能解惑 还有人会想要上学吗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常常在每年岁末年中预测未来趋势 上周他发文指出 认为如同人类第二大脑的人工智慧助理 有望在未来五年中出现 但是 他也担忧指出 当AI助理能包办你人生的大小时 什么问题都能解惑 还有人会想要上学吗 曾表示要捐出所有身家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上周九分之十一 在其部落格发表文章 表示未来五年将出现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驱动的智慧助理 将能够引爆有史以来最大的运算革命 盖茨脑海中的智慧助理 不只是机器人BOSS 而是代理Agent 能够做到对话 生成内容以外的事情 他预期智慧助理将可以跨应用程式运作 甚至记录使用者偏好 并主动依此行动 例如猜测偏好后推荐 协助替人类排序偏好的 解放部分认知资源 人类将可以把脑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物之上 比尔盖茨 软体整合还不够 急需AI支援 盖茨首先强调 即便软体已有多年发展历史 但它仍旧显得有些愚蠢 大了 因为人类完成任务时 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耗费在切换上 切换浏览器分页 切换应用程式 切换任务 切换认知资源 电脑还无法灵活地整合式 一条龙的完成任务 即便是Google或者微软的生产力软体 企图在内部生态系中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Google Doc Gmail Google Drive 彼此的整合日益提升 如附加档案至信箱 档案过大时将会自动上传至云端资料价 附上文件若忘记开启权限 信箱也会自动检查是否要调整 这些步骤都省去使用者工作过程中的摩擦成本 然而 盖兹认为这还不够 他想要再写好文件后 直接寄给朋友 或者自动分析资料 甚至是买电影票 用Google Doc做到这些事情显得有些无稽 但盖兹想说的其实是 他想要有一个一站式的软体作为任务中枢 人类只要与单一界面互动 就能搞定一切 事实上 无论是Human前几日推出的AI硬体Ping 还是微软的Copilot 365 同样都想扮演这个中枢角色 只是 两者虽然在人类与机器互动的界面层已有表现 仍无法跨越机器与机器互动的分工层 还有机器完成工作的任务层两个层次上的挑战 无论是Human前几日推出的AI硬体Ping图 还是微软的Copilot 365 同样都想扮演中枢角色 人类只要与单一界面互动 就能搞定一切 盖兹认为 代理将能够帮助使用者完成所有活动 他以规划旅行为例 点出机器人和代理的差异 若只是专门的旅游机器人 或许能够辨识出符合预算的旅馆与景点 或者是给出简单的有名景点 但最多仅此而已 这也是OpenAI现在GPTS能做的事 根据客制化的先辈知识和指令 处理特定任务 相比之下 AI助理就能完成许多任务 他不但知道使用者每年当中有空荡出游的时间 还能够掌握使用者喜欢探索新景点 还是偏好就地重游 接着主动推荐行程 提出餐厅选项 这种具有深度 贴合个人偏好的规划 通常使用者得向旅行社寻求帮助 或者自己要花费大量时间规划 想想塞满笔价资讯 还有协调空荡形成的Excel表格 代理若能走进我们的生活 将是一大胡音 即便是最好的网站 也无法完全理解你的工作 个人生活 兴趣还有关系 利用这些资讯 能为你做的事情也有限 这种事情 只有在今天与另一个人合作时 才有可能实现 人工智慧助理 还能服务医疗与教育 不同领域中 都有人工智慧代理运作的空间 因为现有应用 要不是非常专精于细分领域 要不就是以现今大语言模型 LLM 语音转文字等技术 作为应用基础 以医疗领域来说 现在AI除了辨识影像 开发新药以外 还能够在病人预约等候期间 说明自己看医生的原因 身上有了症状 机器扮演的角色 是替医生省下从头记录的时间 当AI代理出现后 他将可以先行法官 例如先替患者分类 给予患者求医建议 等到进入问诊时 同样可以迅速整理出病例摘药 再辅助医师判断病情 再以盖兹长期关注的教育而言 他先以科罕学院推出的 康米多为例 这款活用LLM的教学服务 能够扮演众多角色 如苏格拉底 带给学生不同的上课体验 但盖兹认为 未来将不只是基于文字 也不再只是一次性的课程 代理可以利用更多互动方式 并规划出个人化的课表 让穷学生也请得起一对一家教 科罕学院推出的 康米狗活用LLM的教学服务 带给学生不同的上课体验 但盖兹认为 代理可以利用更多互动方式 并规划出个人化的课表 让穷学生也请得起一对一家教 当然 如此聪慧的AI助理想要成真 也有技术挑战和社会面冲击等待克服 以技术挑战来说 盖兹提出三个重点 储存资料的方式 代理与人类的互动的载体 代理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等 都不够明确 以储存资料来说 如电商储存使用者的浏览记录 交易清单 可以用结构化Structured的方式储存 但若代理想要捕捉使用者的行为与偏好 很难制定出具有一致性的标准 来存放这些散落各地 格式不一的各种讯号 以互动载体来说 盖兹认为可能是手机里的爱 或者是物理世界中的眼镜 蝶针 甚至是耳塞等 但最大问题仍在代理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 也就是讨论AI片挑战时曾经提过的 机器与机器互动的分工层 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协定 让代理彼此之间互相沟通 其他还有如何确保资料不会外泄 代理若产出幻觉的应对 以及最关键的 代理究竟能够掌握多少人类资讯 这将会是各国议会与监管当局讨论的头等钥匙 因为科技总是领先众人 当ChatGPT什么都能帮 对人类真的好 盖兹在闻末 也不是浪漫的提醒谷者 当代理逐渐成熟 人们或许又该回头思考 究竟该让渡多少权力 外包多少任务给代理 当他们朋友与家人知道你的代理人会提醒你 在生日时送花给他们 这对他们来说是否同样有意义 还有一个许多科技作家都会探讨的深刻提问 当人工智慧为我们做完那么多事情 人类不用再投入大量时间工作 那么 我们的生命该如何度过 当人工智慧为我们做完那么多事情 人类不用再投入大量时间工作 那么 我们的生命该如何度过 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 萨斯金·丹尼莎斯均的在著作《不工作的世界》中曾说 工作不只是维系生活的经济来源 更是赋予自己价值的重要身份 因此在工作量变少的世界里 必须正是这些腾出时间后 人们应该如何找回生命的重心 例如调整休闲政策 或者创造经济上不具效益的工作 盖茨也问 当代理拥有一切答案 还会有人想接受教育吗 当大多数人都有许多空闲时 我们还能能拥有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社会吗 无论代理还有多久实现 当科技不断进步 人类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你该如何度过今天 取材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